当年就是吴义景指使他 撞死你父母 并且伪装成交通肇事 并且一定要置他们于死地 赵德柱 关于当年的车祸 有什么想要补充说明的吗 我在这儿都坐了 十几年老了 现在再问我这个 有意思吗 我已久落网了 难道你没什么想说的吗 为景 为景是这样 这几个人你还记得吧 记得 本来你早就可以出去了 终于没跟这几个人打架 又碳了几年 没错嘛 对啊 行也加了 罪我也瘦了 那你们还想怎么样 看来你不是装蠢 你是真的蠢啊 为什么你每次 快醒完初遇的时候 就会惹祸上身 为什么监狱里那么多人 他们偏偏故意挑衅你的 你不觉得奇怪吗 这有什么奇怪的 郁姐已经提审了这帮人 他们招任 是有人花钱 故意雇他们挑衅你的 这是他们口供的笔录 这是他们口供的笔录 我想 是谁花钱雇的 你不会不知道吧 赵德柱 吴易景压根就没想 让你出去过 不可能 不可能 你说你不怕把牢底坐穿 可是你母亲呢 你想过她吗 她在外面等了你那么久 就连前段时间过世的时候 最后的心愿都是再见你一面 可是你呢 你什么都不知道 就替人当了替罪养 而且被她们一再算击 而且被她们一再算击 就连你母亲过世的时候 你都没有办法回去送终 赵德柱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不说实话吗 力量 无法养 其关系 你这都没人 你还不说实话吗 你…… 都没有人 文静 什么事啊 不能电话说 非得当面说 天宇 你的怀疑不是怀疑 是真的 什么意思啊 赵德铸承认了 当年就是无意警指使 他撞死你父母 并且伪装成交通肇事 并且 并且一定要置他们于死地 天宇 天宇 你父母当年的死不是意外 是谋杀 你这么多年的判断没有错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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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